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跟進一下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自從這次拜登上台之後 他所推行的措施沒有一樣是德政 全部都好像是跟美國人民對著幹 這一節有兩宗消息跟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就是拜登竟然宣佈 說要暫停遣返那些非法移民100天 無疑就是會令到美國在各方面的負擔都是百上加根 至於第二宗消息就是拜登似乎是致力於要摧毀美國的經濟 因為他竟然妙想天開道 說要打算徵收一項碳排放稅 他就聲稱收了回來的這筆錢是會重新投放在基礎建設上 實際上他搞這棵東西 無非也是打著環保的旗號 來搞他的政治運動 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想將美國的實業 尤其是能源業毀於一旦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就是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好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這隻拜登怎樣去放生那些非法移民 在他就職無奈 國土安全部發佈了一份備忘錄 要求從今個月的22日開始 暫停遣返那些非法移民100天 他們就宣稱暫停遣返非法移民 將會使得國土安全部能夠更加集中資源 應對美國目前所面臨最緊迫的威脅 包括在這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當中 即是說現在國土安全部就沒有空應付這些所謂非法移民 因為現在就要優先對抗武肺 要防疫抗疫 這些借口 騙三歲小弟都不相信 柳哥柳剛說 你國土安全部都可以應對什麼武肺 關你屁事嗎 有衛生部門去搞的 根本上大難都扯不起來 前國土安全部長Chad Wolf 知道這件事以後都看不過眼 去到霍氏新聞那時候就大肆批評 他就說 你拜登政府的意思就是 我們現在不會驅逐這些非法移民 因為我們要專注在其他事情上 Chad Wolf就認為他這樣搞的話 在當前武肺大流行的環境當中是非常之危險的 而且當面對著有這麼多來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湧入的時候 拜登政府就更加需要有新的政策出台 將非法移民列作國家安全和公共衛生的問題來解決 當然拜登說不歡迎非法移民 但是實際上他正在做一些相反的事 他說宣稱暫停遣返非法移民100天 對於已經在境內的人來說其實就沒什麼所謂 因為他都到了 其實就是釋出一個錯誤的訊號 讓那些準備湧入去美國的非法移民 現在在中美洲 紅刀拉斯 危地馬拉那些湧入過去的那些人 一到達的時候 原來就暫停遣返 起碼可以留100天 那那些人是不是會更加積極 所以拜登是很狡猾的 他的口說不歡迎那些人 實際上你所做的事就是在擁抱那些人 而且我們上個星期也提過 拜登就宣稱要為這些非法移民 是提供一個快捷的入籍途徑 使他們成為一個合法的公民 所以拜登的移民政策 基本上就是對民主黨有利 但是對美國本土的居民來說就是不利 為什麼對民主黨有利 因為這班人一旦成為了美國的合法公民以後 一定就會對於民主黨感恩大德 因為是民主黨大協他們成為美國公民 他們世世代代都會成為民主黨的擁抱粉絲 為什麼對於本地人不利呢 就是因為這班人一來到的時候 他又來到爭奪工作職位 然後又來享受福利 所以拜登搞了也沒有好事 他純粹是顧及著他自己的個人利益 他的黨派利益 以及幕後擁立他上台那些勢力的利益 他又不是看人民的利益 所以他怎麼會容得下特朗普總統的美國優先的路線 好 至於第二個消息就是 美國的CNBC首先爆料 就說拜登計劃徵收一個碳排放稅 以用作支付2萬億美元的基礎建設項目 他打算在幾個月之後就會推行 這個所謂碳排放稅 其實就是按照著燃燒煤炭石油 和天然氣等等的化石燃料的程度 來向相關的企業徵稅 所收回來的稅款就會同時 用作在投資潔淨能源 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 其實這些措施背後的本質 根本就是打著環保的房子來搞政治 他不是真的搞環保的 你說要徵收這個所謂碳排放稅 首當其衝的一定就是美國的工業 尤其是說的是能源業 因為他們的碳排放一定是最高的 拜登真的搞這個碳排放稅徵收的時候 其實就是會使美國的產業空洞化 會使美國有很多工人失業 是會造成美國的經濟進一步的下行 其實在這個武肺大流行的環境下 拜登最應該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應該加緊把那些生產線 從外地遷移到美國 趁著這個機會你要拿緊時間去做 你也不是想提振美國本土的工業 你也不是向那些企業家提供一些稅務的優惠 或者其他的寬免來吸引美國 反而是推人走的 哪有這麼愚蠢 如果拜登真的落實推動徵收碳排放稅 就只是在破壞特朗普總統時期的工業政策 和能源政策 有很多工廠一定會將生產基地轉移 不再留在美國 那你會導致那個職位外流 本身在加州民主黨徵稅已經徵到很多企業吃不消 高科技的企業就遷移了去德州 那些普通工業生產的就遷移了去墨西哥 大有人在 不是說沒有見到軌跡出現 至於在能源業的發展方面 一推這個碳排放稅 肯定就是會為著這個葉岩油的工業 帶來很大的衝擊 因為本來這個葉岩油的開採 就是一件新的東西 當然現在的開發成本慢慢下降 但是你一徵稅的時候 就會使得很多企業是拜拜的 他怎麼撐呢 其實特朗普總統時期的能源政策 是有很大的優勢 對於美國人民來說是有很大的益處 第一 他就是大力地提倡要開採石油 以及開採葉岩油 使得美國的石油的產量 是一躍而成為全球的第一位 而且通過了多年的發展以後 其實葉岩油的開採技術也是日趋成熟 所以開採成本就不斷地下降 這樣搞法的時候 就會搞到國際的油價 是沒有辦法突然之間再爆升上去 它是穩住了油價 使得油價下跌 這樣就變相削弱了來自中東的影響 也削弱了其他產油國 賺取外匯的能力 尤其是俄羅斯 民主黨人經常說俄羅斯是對於美國有什麼威脅 當他是稻草人一樣不斷地打 特朗普總統的能源政策就是削弱了他賺錢的能力 這些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決勝於千里之外 你要削弱俄羅斯的影響力 打擊他的經濟 不需要說沒有刀弄槍 只是推這個能源政策出來 加大美國本地的石油產量 以及開採葉岩油 就已經是做得到 拜登經常說俄羅斯是一個威脅 你現在這樣去打擊美國的能源業 就等同於放生了俄羅斯 這些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就是特朗普總統的能源政策 使得他可以從中東的亂局當中抽身離開 為什麼美國經常要這麼深度派遣軍隊 參加中東的一些事務 他無非就是要穩住油價 穩住石油供應 特朗普總統時期的能源政策 其實也做到同樣的效果 一來他又可以提振得到本土工業的發展 創造得到更多的就業職位出來 二來他又可以減輕得到美軍在中東的傷亡 你說這是不是一石二鳥呢 為什麼你拜登是要推翻他呢 是不是 根本上是說不通的 你是向背後幕後的利益勢力找數 向軍火箱 向石油巨企來找數 因為那些人很擁立你 你也不是以美國人民的利益優先 特朗普總統時期第三個優勢是什麼 就是他不僅說要發展石油工業 而且還要大力提倡和扶持這個業癌油的開採 這就很厲害了 他就是要打破既得利益者的壟斷 本來這個石油業就是由石油巨企來壟斷了 但是這個業癌油又怎麼樣 由於這是一個新興的市場 而且你還要配合業癌油的分佈 你才可以發展得到 使得其實有很多紅州都是受惠的 因為偏偏美國的業癌油的分佈 主要聚集在紅州那時候 德州也有很多 你這樣搞的時候 就會變成利益再分佈 不需要整天都聚焦在既得利益者身上 這件事是好事 對於美國人民是有益處的 再者就是 當這個業癌油的開採 再趨成熟的時候 你豈不是動搖得到石油的主導地位 你就變相陰竿那些產油國的影響力 特朗普總統正正是善於利用軍事以外的方法 來解決問題 他不需要發動一些大型的戰爭來提振國力 提振升威 不需要這些東西 他用經濟的手段 人民又有益 而且又提升到國力 根本上有些人是盲無力的 經常說他為什麼不打仗 他為什麼要打仗 你發展經濟如果是可以做到同一個效果的時候 為什麼是要在這裡來打仗 他根本上是做到的 如果特朗普總統再做多四年的時候 這個效果只會更加明顯 現在被拜登上位 他就倒行逆施 他就是要把整件事 走回歐巴馬的年代 等同於把美國帶回到一個深淵 他一上任 第一天就已經說要下向敘利亞增兵 你說他有什麼位置 唯一的解釋就是拜登在向那些 擁立他上位的幕後利益勢力 找數 因為這些利益勢力 已經是被特朗普總統壓抑得很厲害的了 現在拜登上位的時候 他們還不趕快去叫拜登推揚那樣嗎 這班人等了很久了 當然拜登這樣做的時候 對於美國人民本身是百害而無一慮 你是在摧毀經濟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